蔡英文一意孤行对抗大陆 对岛内社会产生了哪些影响 民进党当局一系列行为 是否正在加剧古统风险 请继续收看海峡两岸 蔡英文是做了非常多的尝试 但是都没有成功 而且这些跟台湾方面 无论是在官方还是非官方的 有一些往来和互动的国家和地区 其实他们都没有办法去忽视一个问题 就是中国大陆现在太强大了 无论是你在经贸上的交流 还是人员上的往来 无论是官方的互动 还是民间的交往 其实你都没有办法去回避 跟大陆之间的交流更加重要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台湾方面不承认九二共识 那这样下去的话 国际空间越来越窄 可能去施展的舞台也越来越小 所以对于蔡英文来说 接下来她面对的是什么呢 她就会面临一个越来越尴尬的局面 我们看到其实所谓的蔡英文当局 其实大家在检视她的这个成绩的时候 无非是从两个方向看 一个是对内 一个是对外 可是对内实际上她上台这一年多来 大家看到内部是一团糟 很多问题都这个没解决 然后反而更激化就放在那里 结果现在对外呢 这个空间和这个余地又越来越小 大家就会觉得说 你对内对外都不行 那你在这干嘛 而且说实话 这个邦交 这个台湾这些所谓邦交国的减少 其实对蔡英文的打击会特别特别的大 因为这个人是群居性的动物 你能够被大家认可 才说明你可以来坐这个位置 可是时间长了之后 当越来越多的人不再认可你的时候 你为什么要坐在这里 大家会越来越多的人有疑问 就像这一次 你看西班牙的加特罗尼亚 为什么这个加特罗尼亚闹独立 闹了几天之后 那个领导人就跑路了 就是因为大家都不承认 所以你玩不下去了 因为没有人承认你 那你自己在那边自说自话 时间长了 你自然说不下去了 这是第一个 另外一个是台湾当局过去 总是喜欢拉他那些邦交国 帮着他在这个国际组织上替他讲话 现在的这个情况 实际上国际民航组织讲得很明白 说你敢替他讲话 你的话筒就没声音了 而且这个邦交国的数量也越来越少 他们就算剩的那几个 也不敢在这个国际组织上替台湾讲话 实际上台湾在整个国际组织上 其实那个空间就会越来越小 我们说的很明白 说台湾在国际组织参与的这个问题 实际上必须由我们这个中国大陆 来做出适当的安排 你找别人其实是没有用的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是蔡英文为什么 其实你看蔡英文也好 为什么他们这个往外去访问的时候 最喜欢去拉进美洲 其实他不是喜欢拉美那些国家 是因为他一定要过境美国 然后来维持跟美国的某种互动 如果蔡英文跟拉美的这些国家 最终这些国家都断绝了 跟这个蔡英文的关系之后 蔡英文以后就没有办法 跟美国维持互动了 因为你要去的那些国家 都没有了之后 你总不可能说 我就是为了过境去趟美国 然后再过境回来 你就没有这个理由了 所以那个对于蔡英文的打击会更大 所以实际上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他在国际空间的逐渐的缩减 其实对于他在岛内的民意流失 其实会起到一个加速器的作用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 台湾的民意有没有抛弃蔡英文呢 我们知道在马英九执政时期 在国际空间上是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的 可是轮到了蔡英文执政呢 国际空间却发生了变化 那么民众有没有进行反思 台湾当然也有一些民众 透过一些媒体的煽动 比如说经常是台湾没有拿到邀请函 就会有某个人 某群人带有政治意图的人 带着一群台湾媒体记者 就去冲撞这些机构 然后当然也就引发了 这些国际机构 阻止他们发言 或是粗暴的把他挡在门外 其实是他粗暴的要冲进去 在这种状况底下 于是就制造了电视上的画面 来煽动台湾民众的一种情感 这种煽动情感的做法 过去是有效的 有一定效果的 可是你这么搞来搞去 搞了一阵子之后 百姓还是有理性的 社会上的舆论还是有理性的 大家想一想 过去在马英九的时代 这些空间都能得到维护的 结果因为你推翻了九二共识 你不承认九二共识 所以造成现在这些问题 到底责任在谁 如果你真的认为 美国日本能帮你 非常简单 只要美国日本出来说 什么一种原则 我反对 他只要讲这一句 台湾马上就得救了 那问题是你搞了半天 人家还嫌你 跟你多打一通电话 都不想跟你打呢 在这种状况底下 你叫大家怎么会相信 你走这一条路 是有机会的呢 也就是说台湾的民意 已经用民调的形式 告诉蔡英文 我们对你的执政 非常不满意 那么这位大陆学者 还指出 如果说台独势力 在未来还会再向前的话 那么大陆方面 还会拿出相应的工具 用相应的模式 来给台独势力迎头统计 我们在怎么来理解 这个相应的工具 和相应的模式会是什么 我想我们这个 所谓相应的模式 和相应的工具 就如同室友大报告中 许总书记都指出的那样 就是我们会对台独分子更硬 我们会对台湾人民更软 对台独分子方面 现在蔡英文遇到的 这些尴尬和窘境 其实只是开始 未来会越来越严重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现在台湾的 剩下的这些邦交国当中 其实已经若干个出现了问题 那么未来难保蔡英文 再去访问这些国家的过程中 很有可能你的飞机 从台湾刚刚起飞 那些国家就宣布说 要跟台湾断交 要跟我们中国大陆建交 那个时候 蔡英文就会非常的尴尬 因为你的飞机 到底是落在哪里呢 这种尴尬 难保未来 不会出现一次 可能会一次 或者很多次出现 那个时候 它会非常非常的尴尬 而且历史上曾经有过 2006年的时候 当时台湾行政部门的 负责人苏贞昌 代表陈瑞扬 去出席 非洲的乍德总统的 就职典礼 结果在临出席之前 刚刚要上飞机 要走之前 忽然传出说 乍德要跟台湾断交 结果苏贞昌临时说 那我不能去 那我不能去 这次是飞机没起飞 遇到这个情况 以蔡英文 现在不接受 一个中国原则的情况 难保不会出现 你飞机起飞了之后 对方跟你断交 这个时候 你往哪里落 你都不晓得 所以我想 他会遇到的尴尬 会越来越多 而在对待台湾人民方面 我们想会越来越软 我们会越来越多的 拿出大陆的发展的机遇 跟台湾民众共享 我们会让更多的 台湾的 这个有才能的人士 到大陆来实现他的梦想 因为蔡英文 现在在台湾的施政无能 使得他们在台湾 没有舞台 没有办法发挥 没有关系到大陆来 我们大陆有更大的舞台 能够实现你的能力 而且说实话 两岸其实在很多问题上 是有充分的合作的空间的 比如我举个例子 我们在这个 两岸同学一起上课的时候 在讲到如何开火锅店的时候 你发现两岸的特长 就是不一样 台湾同学就说 我要开一家火锅店 这个火锅店 我如何把它做得好吃 如何把装修做得好 大陆同学会说 说我要开火锅店 我一次要开十家 把竞争对手的路 全都给他堵上 所以大陆同学看中的是布局 台湾同学看中的是运营 其实两岸会有很多 合作的空间和领域 所以我想 未来这个方向 另外就是在青年交流上 我们未来会逐渐地扩大 台湾的贫寒的青年 到大陆来 这个访问的这个比例 让台湾更多的青年 有机会来看到 整个大陆今天发展的 这样的一个现实和实况